现在习太阳带给世界上的病毒 然后闭关锁国推卸责任 然后进行极端隔离清零 然后又是极端放开 然后全国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 现在火葬场都没了 他现在要把全世界都让你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 也没有火葬场 全世界的经济供应链政治媒体全面崩塌 人类上的历史到今天加一起的悲剧都没有他搞得大 但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三个支撑点 第一个中国老百姓的所谓的辛苦的奴工们的拿税 又给他钱大傻逼才能搞军队才能维稳 这个钱没了 没钱了共产党什么都没了 这个就是过去美国人华尔街媒体好莱坞以及东南亚 包括日本欧洲全部给中共国提供的军事科技市场 WTO现在要全面脱钩 从zoom抖音微信全面崩塌 科技脱钩经济脱钩贸易脱钩了 很快踢出WTO 他已经半条腿出去了 国际上的经济支持 国际上的关系以及和美国的国家关系和欧洲关系 日本的28亿天主教基督教徒的社会基本上脱钩 第二条支撑他的美国关系已经半途而飞了 第三条最核心的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到了 内部习皇帝已经是完全统治了中国 中国在过去历史上推背图就说过 还有近代史上N个人都说过 包括原来原来苏联都说过 苏联的崩溃是他的经济 就叫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功是因为他要尝试改革 最后的倒闭就是政府高度集中全面管理 也就是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党必倒 现在习近平全做到了 连火葬场都已经中心化了 连数字货币都中心化了 他必然消失 我认为任何接下来的下一秒钟 都是可能习近平被干掉 中南克森波火烧 北京城所有的都被火烧了 共产党消失了 光束